滿車泰國蝦 貨車從屏東的養殖池 直送台中的火蝦餐廳 老闆親自接貨 先挑一次 到進池子裡還要保持活跳跳 才能夠維持蝦子的Q彈口感 員工還要再尋一遍 跟養蝦戶合作25年的賴老闆說 看不到的還要抽查養殖戶的抗生素殘留 蝦籠在養殖的部分來講 他的良心的問題 假如說這個蝦子有病變 他可能會用藥物去控制他 蝦子會殘留藥物 除了養殖戶抑制病菌 降低蝦子死亡率投放抗生素 最常見的還有蝦子不新鮮 氧化影響賣相 下游業者會添加保鮮劑 但除非拿去檢驗 外觀根本難以分辨 但業者更擔心的是 蝦子死亡之後 蛋白質腐化的速度快 不新鮮 小則引發過敏 嚴重還會食物中毒 比藥物殘留更麻煩 這一盤檸檬蝦老闆就故意放了兩條死蝦 小姐光是吃就能分辨 不新鮮的蝦吃起來就是粉粉的 然後它的蝦殼剝的感覺就比較難剝 然後新鮮就是很好剝 然後口感比較彈牙 新鮮與否外觀就看得出來 畫面左邊的活蝦顏色透明 彈性好色澤也是亮的 而右邊已經死亡的蝦 蝦身變成灰白 還滴出黑水 頭跟身體幾乎快要斷開 就是蝦肉開始變質腐敗的跡象 它已經粉濁了 頭有一點分離的感覺 那它這個蝦就是品質比較不好 拿去汆燙更明顯 活蝦整隻完整光亮 死蝦的蝦頭邊邊 白色就是分解的蛋白質 真的擔心藥物殘留或者是海鮮過敏 一時建議還是適量就好 記者蔡小剛 李孟章 台中報導 生命的 有的 基本的 我們可以看到 你 大家有的